希罗德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 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 我们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 正是希罗德德对地中海周边风土人情、宗教文化的生动记载和详细 记载建立起了我们社会文化史的连续新传统 也正是他为后世地导出如何结构松散 但具有基本主题的虚实史题材的体力 这成为后世西方世纪的正统题材 所谓的历史学术体基本上与我们古代史学中的既是本末体相仿 特点是以历史世界为中心 既是系统连贯 虚实生动有气又有较大的灵活性 直到现在历史学术体 人被西方世纪压分为正宗 是